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蠢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港股今天的具体表现 港股今日早段跟随外围股市造好 横止一度升至23500点水平 不过下午之后后劲不续 强风台风明天将会扑向本港影响投资者的买卖抑郁 隔晚美股道只升40点 横止今早高开107点 市报在23412点 开始之后升幅过大 最多升195点 高见到23500点 崇上10天线 在20天线的附近遇到阻力 中午升161点 下午升幅收窄 三点之后一度仅升55点 低见到23360点 收市报在23374点 升69点或0.3% 国际指数收报在9686点 升45点或0.47% 大市的全日成交只有536.45亿元 港股通的额度使用仅仅为2.6% 接下来来看截止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5毛3 中国移动跌8毛5 建设银行涨4分 工商银行涨1分 中国银行涨1分 港交所涨1块2 中国人寿跌5分 有邦保险涨4毛5 腾讯控股涨1块4 金沙中国涨1毛5 长河涨5毛5 新鸿基地产跌6毛 九龙舱跌1毛5 中国海外跌1毛5 华人质地跌1毛4 中海油涨2毛2 中石油涨1毛6 中石化涨5分 空用能源涨5分 中国神华涨1毛 观众了港股 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表现 两市今日是呈现了 身强护弱的格局 早盘三大股指高开冲高 随后股指再次受到 年限压制而回落 在该位置是展开反复 题材股回暖积累人气 创业板近日表现较好 目前来看 存量博弈市征 特征可能是没有改变 技术上看股指在年限下方 强势震荡 市场人气上加 临近收盘三大指数是几乎走平 来看截止到收盘为止 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指收报在 30814点跌 不到1点跌 辅为0.01% 深圳城指收报在 10784点 涨26点 涨辅为0.25% 护身300指收报在 3318点 涨2点 涨辅为0.07% 创业板指收报在 2193点 涨8点 涨辅为0.38% 再来看 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状况 洛阳玻璃折让79% 新的汽车品牌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市场 计划在2018年 进军欧美 吉利将会推出新的汽车品牌 将会命名为Link 第一款汽车是运动型多用途车 针对年轻人市场 计划于明年底在中国推出 并会在2018年年底是进军欧洲市场 吉利汽车的行政总裁安慧聪就表示 新品牌定位在富豪汽车与吉利现有品牌之间 市场就预期会与奥迪以及大众等汽车品牌直接竞争 吉利计划到2020年 整体的销量将会达到200万辆 而其中Link预计占15%至20% 吉利汽车今年的首9个月的销售增长 30%至46万辆车 公司上周上调了全年销售目标至70万辆汽车 中电空股就公布 今年首9个月 本地的售电量是按年升0.5% 而由于年初的供暖以及抽湿负荷增加 中电本地的住宅售电量在首9个月按年上升2.2% 占本地售电量的30% 而出售于内地的电量则较去年同期上升于10% 中电就指出内地第三季电力需求是有所上升 但经济放缓也是令到使用电量持续受压 中电就宣布派发第三期的中期股息 每股为0.57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3%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纵结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